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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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景 SC地区那一带发生了异常的放电现象 指挥阵赶过去 地下电缆被破坏可能是放电的主要原因 此外操作员还看到过非常奇怪的生物 明白 开始进行调查 等一下 那他怎么办 对不起 改天再谈好吗 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 我真是受不了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是工作 拜托 拜托了 讨厌 猴子 没错 这是猴子把地下电缆给 你看见猴子在吸电 是 是是我亲眼看见猴子在咬电缆 是这样的 可是 没有接到任何猴子调口报告 当然不会有了 怎么可能会有吃电缆的猴子呢 你们说 对不对 可是电缆的确被破坏了 还放出了大量的电力 还有一件事 我非常地担心 第二代开发计划 过去宇宙开发局 为了实施行星勘察计划 曾经进行过某项研究 我听说过那个计划 就是使宇航员的身体 变得更加强壮 在他们的报告中 提到实验中 曾使用过一种宇宙细胞 ABLO细胞 对不对 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研究计划就终止了 所有的样子应该已经被毁掉了 你说应该 难道说 能说的吗 是什么 怎么了 臭人类 你放什么呀 呀我 pendant 干什么 我 穿你 谁 如果 为什么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真的把电缆给咬断了 改变形态 开始发动攻击 发射 这个怪兽的确是一只 移植了艾伯伦细胞的实验动物 如果我们的程序没有抽错的话 他是不可能活这么久的 难道你们没有想过 可能会产生突变吗 他很有感情 这太离谱了 为了活下去 他自己产生了计划 不可能的 他怎么可能自己进化呢 你给我听着 你们所犯的错误是 不仅侵入了生命这个未知的领域 还自以为是的要改造它 这就是后果 绝境队员 可是队长 你听我说 你去协助宇宙开发局的敌己观 尽快找出对付怪兽的办法 没问题吧 就算这次把怪兽打倒了 人类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啊 一次又一次 然而保护这样的人类 不正是我们的工作吗 你是来弥补上一次的过错的 对不对 对不起 今天也是工作 呃 诶 所有能够公开的资料 都在这里了 呃 对不起 你好像瘦了一点 想不到你在这里工作 我感到有点意外啊 因为梁剑 我很想知道 它最后变成的那个怪物 到底是什么 结果好像是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把梁剑逼成那个样子 说起来真令人难过呀 是啊 作为他的朋友 嗯 我们没有 尽到责任 特别是我 沙耶香呢 我好傻啊 真是太傻了 对于人类的生命 我们有必要做更多的了解 只要使用科学这种魔法 把未知的领域打开 人类一定能够再进化 我相信 人类一定能够脱胎换骨 变得更优秀 更厉害 你们 根本就不了解我 是你呀 还没睡呢 绝境 应该休息的是你 你是胜利队的头脑 万一死鸡了 我们可就惨了 我的头脑 只是一堆豆腐罢了 说起来 我们人类的确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 但是也有很多美好的地方 比如人类 有善良体贴的心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 反正我不后悔自己是 地球上的一个人 大谷 真是好样的 我欣赏你 我欣赏你 三一地区出现怪兽 现正往西北方向前进 那是宇宙开发中心 难道他要的是高冲动能源吗 不行啊 无法阻止怪兽前进 到达中心还有多少时间 大概不到二十分钟了 觉醒队员还没有好吗 终于赶上了 是啊 我可以用这个来对付怪兽了 快点送过去 大家都等着呢 245 3 4 2 5 4 6 5 2 6 6 5 6 6 就是他 对不起 请问 能证明 艾波罗细胞实验室致命缺陷的资料 应该放在这里 请 帮我一起找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现在这个家伙已经变成巨大的弹药库了 这么说 我们就不能随便乱攻击了 再试试 能不能阻止这个怪兽 如果把促进进化速度加剧的药品打进他的体内 就能够破坏他的细胞组织了 方法呢 只能用胜利海怕枪从近距离对他发射注入 那好 我们来当诱儿 你们趁机用液态弹冷冻怪兽 是 没时间犹豫了 发射 现在开始 对怪兽进行注射 冷却的效果只有几分钟 动作快 怪兽的体温发生异常变化 怎么回事 怪兽体内的能源无法控制 可能已经到了临界点 万一爆炸的话 时间呢 大概能维持多久 无法计算 总之尽快撤离 大楼里还有人被困在里面呢 你说什么 开门 开门 没有用 这个房间的门特别的坚固 想不到你这么轻易就放弃了 难道你们有听见吗 那个怪兽的声音 声音 不认得去死吧 埃波罗细胞 不仅可以增强寄生者的能力 而且还会扩大憎恨的心 所以说 没事的 我们一定会获救的 你这么有信心 那是因为 有胜利对灾啊 没时间了 看你的了 应该是这个房间了 追击 追击 不会吧 大谷 这里交给我来处理 你赶快回去 可是 拜托了 一定要阻止怪兽前进 好 指挥 怪兽他 先程 我等你很久了 我等你很久了 已经来得及了 学技 你快逃 不要说傻话 马上就好 我等你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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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笨 你知道情况有多危险吗 知道 可是我绝不会临阵脱逃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追击 有多危险 一加使出的变幻光速 怪兽居然把它转换成能源 而且变得更加光滑 这位怪兽出的赠牌 没有其他的感情 你老说改天再谈 现在没有时间了吧 傻瓜 别说这种丧气话好不好 加油啊 千鹤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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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啊 我看往去逃不出去了 不要放弃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说的没错 我们走 凤人类 迪迫 迪迦 迪迫要挺住 迪迫 又不远 迪迫 不能放弃 我也绝不放弃 不放弃 凉剑 为什么这么怪 催化剂产生效果了吗 不放弃 驾 驾 你没事吧 月景 你不要紧吧 千和你没事吧 来 迪迦又救了我们一命 不只是迪迦 地基关解散了 研究计划也完全废除了 终于结束了 不 即使艾伯龙细胞已经完全消失 可是人类心里的黑暗面 是不会消失的 是的 每个人心里都有黑暗面 但是 也有光明的一面 现在 我已经能够相信了 只要努力到最后 不轻言放弃 我相信人类 一定能够创造出光明的未来 也能创造出 美好的生命 只要珍惜重要的东西 只要珍惜重要的东西 我相信一定能够办到 但不仅仅的 可是它更在宝宝 但是这个人 可是如果没什么地方 你终于遣思 你现在看上去 你终于遣碎 低线 看看 如果 也能够 你 看上去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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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